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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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人在奋斗实践中创造的辉煌成就出发 分析百年大党的制胜之道 传递出哪些弥足珍贵的历史启迪 专题指出 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才能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专题强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党在革命性锻造中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局面 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只要是党对老百姓的承诺就一定会半得道 半得成 使得每一个中国人的自信 自尊 自强被空前调动起来 中华文明的影响力 辐射力和话语权与日俱增 中国共产党将为促进全世界共同繁荣 注入新动能 全面增益 世界发展 中国养老已经进入到了普惠时代 如何解决普通老年人养老服务 买不到 买不起 买不好 买不安 这四大痛点呢 11月17号出版的2021年第23期环球杂志 结合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 为我们提供可供参考的建议 专辑指出 中国的国情是 90%以上的老人以居家社区养老为主 面对少子加老龄叠加的社会形态 需要调动一切资源 通过城汽联动 提供持续和可信赖的普惠养老服务 进而在大城市打造一张养老服务骨干榜 环球杂志记者于近期调研了美国 德国 英国 新加坡等国 在养老服务方面的做法 分析了发达国家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角色 强调 政府作为养老服务供给的核心和主导 需要在完善制度设计 优化财政支持 强化统筹监督等方面 有更多作为 探索并建成适合中国国情 符合老年人真实需求的普惠养老模式 近日 加勒服首家会员店开张的当天 发生了一起疑似因二选一而导致的抢购风波 而矛头直指山姆会员店 此时距离美团因二选一被罚近35个亿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距离阿里巴巴因二选一被罚180多亿元 也刚刚过去了半年 二选一背后所涉及到的是哪些法律问题 在包括电商在内的零售业迎来巨大变革的当下 什么才是零售业的核心竞争力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探讨的话题 又是一年双十一 又是熟悉的二选一 只是跟往常不同 这次主角变了 从过去的电商平台变成了商超零售商 2021年10月22号 在上海浦东 加勒服首家会员店开张 开业当天 供应商将部分商品扫购一空 神秘顾客们集中购物后 开始排队退货元卡 我们第一天发现的时候 只有一款被大量的采购 三购物车全部购买完 然后为了防止再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出了限购 但是限购之后出现的就是 学生模样的每人拿着我们 限购的指定塑料的这个商品 也不买其他的商品 结完账之后 到我们的汇集办 把我们相应的会员卡又全部退掉了 然后把这个商品在我们外围交给了一批 专门在收集这个商品的一些人 没问题是吧 没问题是吧 因为我自己消费多少钱 我就给你多少钱 这个就一个会员卡 二百三个赛 对此 加勒福会员店官方微博发致欠信呈 开业第一天 竞争对手 施压供应商 回购买空相关商品 使得不少会员消费者无法购买 评论区纷纷将这一竞争对手指向沃尔玛旗下的山姆会员商店 随后 河马先生也向媒体表示 旗下河马会员店遭遇和加勒福相似情况 矛头同样指向山姆 10月25号 山姆发布声明否认存在二选一问题 所谓二选一 是指平台利用优势地位和商家对其的依赖性 采取不正当手段 强迫经营者在平台间二选一 2021年4月10号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二选一违法行为 并除以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557.12亿元 4%的罚款 即182.28亿元 10月8号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美团二选一垄断行为 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责令美团停止违法行为 全额退还独家合作保证金12.89亿元 并除以其2020年中国境内销售额 1147.48亿元 3%的罚款 即34.42亿元 如今 有关互联网企业因二选一被罚的消息 还未完全淡出人们的视野 山姆是否涉嫌二选一的话题 又让人们的视线从线上扩大到线下 那么风波背后的真相究竟如何 该如何界定类似行为的性质呢 好 各位 今天的这个话题 我们为您请来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小春 欢迎您小春主任 你好 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员李鑫 欢迎李鑫 大家好 我是李鑫 首先想问一下小春主任 以前我们说到二选一 包括此前两个被罚的平台企业 我们看到都是线上的 互联网企业目前涉嫌的二选一 从线上到了线下 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您的适用法律有没有变化 就是它在平台之间我们谈它二选一 但是如果在法律上具体来说 我们用了一个词叫独家交易 就是你只能跟我交易 你不能跟他交易 你必须在两家之间选一家 它也会涉及到在两家或者三家里面选一家 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是线上线下都会存在 而二选一很多是放在反垄断的框架下 线上和线下都是用了同样的法律 和它的规制模式 但是在具体的试用上 我们实际上有一个专门针对反垄断 比如平台经济的指南 比如它会考量数据的优势 会考量算法的优势 会考量电商平台 它在平台经济当中的特殊作用 这跟线下的这种超市可能就有区别 其实二选一这个概念被大众认知 其实就是电商先掀起来的 从双十一开始有提出的 就是因为实际上除了说在商业规则里 当它具有垄断支配地位 有定价权之后 二选一是最简单有效和粗暴的方法 从有商业开始就 人物我有 人有我经 是一个基本规则 对于消费者而言是一个远端伤害 事实上现在的征变成是渠道在征 就是它的上游 就是这个品牌厂商 他们慢慢地沦为这个叫渠道的附庸 再过几年就会发现 原来就这么多东西 没有新东西出现了 为什么呢 因为想要创意生产新东西的成本 越来越高 没有能力跟既有的头部的厂商 进行竞争 所以第三方的法律 及早介入是必然的 越早介入 越能避免它走到一条 不太可修复的生态状态 我们一般人这么认为 就是当它形成了 这个叫泪寡头的支配地位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二选一 有这个剥夺权力的概念 向上挤压 向下先进行这种控制 控制之后再进行挤压 线下一般很少 因为它没有技术的 叫技术规模和流量的快速放大 很难形成这种双挂头 没有垄断前提的这种 其实不是二选一 是一种这种独家的 这种资源倾斜的商品交换 或者叫运营交换 这个时候恐怕法律界定的难度要大 刚刚过去的双十一 是中国电商行业 首个告别二选一的双十一 针对阿里巴巴和美团的两张巨额罚单 日谁也不敢顶风作案 商家均可以在淘宝 拼多多 京东等多渠道开店 卖货且不受限制 也正是因此有媒体把2021年 称作是中国互联网反垄断元年 突然拓宽的渠道 让一些中小商家 获得了快速成长的良机 也在悄悄改变着原本的电商格局 与之相比 截至12号零时 京东累计下单金额超3491亿元 与去年双十一相比 增长28.58% 打破了新的记录 而从细分领域来分析 平台格局更是在悄然变化 一直以来 美妆各户与服装是淘宝系的优势 而今年京东服饰全品类 在双十一期间迎来了 入住品牌和新品上新双线爆发 超6间家时尚新品牌 参与京东双十一 11天内冬季保暖品类服饰 同比增长150% 牛仔裤品类同比增长100% 男装 女装 童装 内衣 鞋靴 新品选择超过2020年的15倍 另一边各个新消费平台拔地而起 直播带货也成为了销售新渠道 相关数据显示 11月1号零时到11月11号六时 以点淘 快手 抖音为首的直播电商交易额 达655.26亿元 以陶仙达美团闪购 饿了吗 京东到家为首的新零售平台 GMV达176.27亿 以美团优选 多多买菜为首的社区团购平台 GMV达119.8亿 那么告别二选以后 有哪些新变化 对平台 商家 消费者来说 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我不知道小陈主任 对于今年我们双十一期间的二选一 有观察吗 今年最大的一个观察到的 就是没有人再在谈论二选一了 因为没有二选一了 刚才提到的两个案子 你们其实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个人认为是创造了一个历史上 就是世界上的一个比较快的 这样一个先例 就是体现了国家在这个领域的 充分认识到的这个重要性 以及投入的这个决心 我们在监管上特别重视的是 平台它作为一个发展到一定的 这个历史阶段的这样一个 我们叫它巨型的这个主体 它会倾向于用自己的强势地位 去实现它的很多的诉求和利益 它已经是这个市场里面的 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它非常容易通过规则 包括像流量 很容易地就能操控 或者是控制到这个平台当中的 各种各样利益的分配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 二选一这样一个监管的 也是特别明确地给出一个信号 就是我们国家希望能够在这些方面 使得平台对于经济的影响和控制 能够去弱化 或者说使他们更加开放 我非常同意刚才小村主任的这个问题 就是法律干预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作为业内人观察 经过20年的这个 中国互联网的这个蓬勃的发展 信息技术天然地有二选一的这个技术基因 不是二选一的时候 对于信息技术的这个软件开发和硬件设计 会成倍地增加难度 所以我们看很快 这个互联网 因为它有技术和规模的这个放大效应 它就奔着二选一这个道路 一去不回头 其实对于社会各方 包括国家应该希望的 也是上游充分竞争 那就是所有有利于中小企业 创业生产厂商的这种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 都是我们乐意见到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本质性的利好 就是说首先二选一 它是渠道或是我们平台 它依靠自己的强势地位 去实施的一种策略 二选一的实施本身的确反过来 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渠道的强势地位 就它有一点像一个恶性循环 我通过二选一把你圈在这里面 锁定你的这个沉默成本在这里了 那么它对整个经济的这个活力和创新 会有实质性的损害 这几年好像很多商家都反映 我们就是为了转吆喝 我们挣不到钱还赔钱 为了赚回头客 但回头客还不来 为什么 还得等你打这时候去 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出台 在这个时间出台这个反垄断 或者进行开发单的原因 就是什么呢 就这个渠道已经大到了什么呢 可以坑它的客户的权益 它不用提供更好的服务 不用双赢啊 这就一定要改 二选一风波背后 是零售业的格局之变 进入中国二十余年 山姆会员店 在中国仅开设三十四家门店 而此前9月26号 山姆中国旗舰店开业时 山姆会员商店 中国业务总裁 及沃尔玛中国副首席执行官 文安德表示 将在未来的两到三年中 新开设二十三家左右的 山姆会员商店 今年5月 永辉超市在福州开出 首家仓储店 而截至7月30号的数月里 永辉仓储店数量 已经快速增至35家 加勒福中国CEO田锐 此前则表示 未来三年 加勒福要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 拓展100家付费会员店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中国的会员制超市 正显露出提速发展的迹象 新劳玩家们 在会员制超市方面的局部对抗 正被摆上台面 与此同时 线上零售业也在快速发展 平台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从早期的平台电商 社交电商 生鲜到家 再到社区团购 新平台和新玩法不断涌现 消费者忠诚度的建立 阻力重重 如何保持差异化的供应链体系 是构建品牌影响力的重要一环 事实上 所谓的独家供应 在零售业并不少见 甚至是一些渠道方的核心竞争优势 美国有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况 利用对这个市场垄断 或者实际垄断的这样的地位 要求自己的供货商 对自己实行专供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比如说拖延不付款 或者是时间拖得长了以后 那么很多的产品的质量本身 可能也难以保障 更多的可能还是要通过市场的调节 如果这个平台做得太大 那么事实上形成了对市场的垄断 那很多的时候美国的政府 各级的政府都有可能介入 欧洲近期二选一不正当竞争 涉及互联网企业方面 比如说2019年欧盟对谷歌 开出14.9亿欧元的巨额罚单 原因是谷歌滥用支配地位 迫使相关业务的客户 不接受竞争对手搜索引擎的广告 那在零售业方面 一些巨头接受反垄断和反不震难竞争的 调查的新闻也没有听过 比如说某欧洲大型零售商和本地 另一零售巨头达成联盟交换价格信息 影响了数百加供应商 在加拿大前五大零售商集团的市场份额 超过90% 面对市场压力 加拿大各大零售商集团 选择的重要市场策略是 推出自由品牌来提升顾客年度 并鼓务市场地位 那这些自由品牌往往会根据高低定位 涵盖成百上千种商品 他们也会根据媒体环境的变化 来进行有针对性的推广 更重要的是 这些自由品牌的产品的品质 相对其他供货商品牌来说 它的品质也是毫不逊色的 于是市场的运营的整体环境 也就得到了一个整体的提升 而对于顾客来说 也就有了更多质优价廉的产品的选择 他们对于这些自由品牌的产品的 接受度也是很高的 于是市场环境也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有观点认为 在反垄断 反不正当竞争的大环境下 未来零售业的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 那么所谓的独家优势究竟有多重要 面对零售业转型升级的大局势 究竟该如何构建新零售时代的新格局 找寻新出路呢 这里面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很多零售商店线上也好 线下也好 都会说到我有一个独家专攻的这么一个商品 它和我们二选一之间有没有区别 如果说二选一的后果呈现的话 其实它有可能 它很有可能就是体现为独家专攻 但是我们反过来说 是不是一回事 我觉得还是要区分 一种可能就是我商户 我就愿意选这样的一个渠道 比如茅台 我就选一个特定的渠道 来保证我的这个品牌的特定的稳定性 对吧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 可能我供货商跟超市也好 跟销售商也好 去进行一个平等的谈判 最后我供货商说 你给我足够的好处 你给我足够的服务 那么我在不同的家里面 我选一个自愿平等的基础之上 选一个独家专攻的这个渠道 那二选一为什么我们觉得有问题 通常它都是平台提出来的 相对比较强势的 就不是咱俩一块赚钱 是我吃肉你只能喝汤 对对对 带有一定的强制的色彩 所以我们会觉得二选一会带有一点点 我们觉得不太合理的这样一个元素 利润生成就两个特点 一个是博弈 一个是信息差 就是沃尔玛和山姆 它能成瓜头吗 我觉得它不能 很快就有新生力量杀入 杀入之后呢 对于这个品牌上 就是N选一 咱们就说新零售 一块就是履约 一块是获克 履约是对供应链 那你怎么能够拿到低价 有独家或者有吸引力的 稳定的这种商品 稀缺资源就是独有资源 但独有资源的上游呢 跟不上 为什么呢 就此前的生态是渠道为王 上游没有话语权 未来这块就刚才提到的 这个资源恐怕就有 知识产权的性质了 我会创造出很多新的消费思路 甚至是新的消费需求 所以呢 还是那个观点 就是国家的干预 市场的监管 媒体的监管 消费者的清醒 就是渠道一旦为王之后 最后受害的一定是你为什么呢 它有定价权了 你什么东西都只能在它那买 到那个时候你才会知道 其实权益受到什么 就以前没有去干预它的时候 等于你实际上是可以 靠着你的这个大 你可以靠着你的那个 先进入市场 你的这个壁垒 你原有的这个 对商家的控制能力去赚钱 当然前期可能有一定的道理 这个平台才愿意去 投入很多的这个资源 去做这个先行者 去建立它的优势 但是到了后期 其实我们现在也看到了 没有二选一之后 它会把更多的资源 去匹配到提供更好的服务 包括给你提供 这个更好的营商环境 所以就是说你需要什么样的创新 是需要一个更封闭的创新 还是更开放的创新 需要一个共赢的创新 还是加强控制的创新 这是我们现在监管给到的 特别好的一个趋势和启示 对于消费者来说 打破二选一的这种 所有的潜规则 对于我们的购物体验 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可能最直观的就是 我们本来只能在一个渠道买到了 我们可以在多个渠道买到了 而且我们会去比价 他们会给到我们消费者 也是会给到更好的服务 会整体上给整个生态 带来一个更繁荣 更多样化的一个创新的结果 那么长远来看 也会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福利 小村主任你看女性 成功人士 都市动力层 他们的思路就是 我在多个渠道可以买到 我有选择权 这样比较健康 那作为像我们这种男性 一般不太容易更多 也没有兴趣 你至少去逛街 去货币参加 这个时候 这种多元化更健康 因为你平台是良性竞争 我可以直接相信 你这个平台上的商品 是你能尽力做到最好 为什么呢 因为跟你同类的竞争最高